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动漫多拉A梦为主题的无人机表演 在维港上空上演 一起看看现场 平时多拉A梦、大雄和正香等一班朋友 要四围去 或者要用到捉蜻蜓和除烟门 不过他们今天就靠无人机来到维港上空 来见见一下大家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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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 一向其身朋友召唤零 有了他 只要心里想着你的好朋友 就可以召唤他们在你面前 大雄、明星、门虎、小峰 这个100%朋友召唤零是全新的法宝 是来到香港新设的法宝 这次是全球第一场以多拉A梦为主题的 无人机表演 相信大家看完快乐会比天高 演出时间大约是15分钟 大雄、半虎、盛香和小峰 景象逐一在维港上空上见大家 好漂亮 美丽 美丽 好漂亮 相信大家听到他们的配音都觉得很熟悉 其实这次主办方是特意找来本来的配音员 就算在无人机表演加入对话 令到表演有趣一点 这个法宝相当之眼熟 就是在动画里面成为出现的竹蜻蜓 到底这个竹蜻蜓会带来哪一个来到维港上空呢 这次的无人机表演 总共用了超过一千架无人机 就可以走了 大红, 坐韩着吧 有贏蜂蜓, 好吗?有贏蜂蜇uman大风? 大红你又不懂事了 香港电影拿着实的了 小鸡你不拿着实的了 小鸡你不拿着实的 没用的 一时一时,你选一选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冬沙包呢 你们看看 这个东西很浪漫 很浪漫 哎呀,很浪漫 很浪漫 小鸡,还没有唱过小鸡 不要 不要 在维港上空刚刚由 多拉伊望大头 就和大红、静香、小虎 和半虎是带着竹蜻蜓 来到维港上空 看我们的星光大道 好 其实在来的暑假 7月13日至8月4日 将会有多拉伊望的巡回展览 香港是第一集 今天的无影机表演 就是为7月的展览 做一个热身 走开 快,快走开 现在画面看到 是一个辣 huge的通戟 到哪里 到哪里 快点 快点 就是這樣, 我們的香港之旅就開始了 難得你就不急著去購物購物 我陪你 你怎麼會這樣 行了, 你弟弟 大雄, 你很壞, 別見慣了 這次的捕運機表演 主要是在尖沙咀海旁才能看到 最好的觀賞位置是星光大道 跟著梳士巴黎花園的一段 而文化中心和藝術館 對出的一帶海風長廊 然後視線就會變瘦了 至於港島那邊 基本上看不到無人機表演 現在有一個預告 預告定7月13日 7月13日開始, 星光大道會有免費的 多拉A夢展驅 會看到超過100套多拉A夢的雕塑 另外亦有收費展驅 在暑假期間有多拉A夢大型展覽 西環率先有快閃擺錢 王梓瀟帶大家看看 看見這隻貓, 人人快樂比天高 60隻不同造型、不同表情的多拉A夢 快閃西營盤中山紀念公園 建石板、大紅混合板 各有特色, 哪一款最吸引你呢 還有一隻12米全球最高的 充氣多拉A夢 快閃展出幾個小時 不過只限傳媒同受要嘉賓參觀 圍蘭之外 感受到市民對它的喜愛 每個人都很有趣 就算你遠看都是很開心的 而且每個都好像做得很美 所以如果可以讓我們快閃 都可以進去看就完美了 它是豆沙包 覺得它很搞笑 它有整身很大的豆沙包 好像做一件衣服 好像可以吃 我兒子很喜歡看多拉A夢卡通 所以見到這麼大的公仔戲都很開心 錯過這次快閃 135隻多拉A夢 7至8月會在尖沙咀 星光大道正式展出 紀念作者藤子F不義雄 誕生90周年 更加帶來新法寶 一個法寶叫朋友自換靈 意思是我們想召集 很多朋友來一齊 多拉A夢是一個四代 都會有興趣的角色 我想很難得有四代同堂的人都會來 或者是你和你父母會一起去看展覽 我想這件事是令人和人之間的感情更加會好 到正式展出的時候 市民可以近距離和他們合照 不過主辦方就建議不要接觸他們 以免弄爛或弄髒 展覽界時會分免費區和收費區 收費區加入互動裝置 亦會播放短篇動畫 我宣布 胖虎世界巡迴演唱會 第一站香港 門票120至150元 三歲或二下小途免費 無線電視記者王子瑜報道 政府推動城市經濟 下半年有百多項城市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說 希望讓外界感受到 香港有能力舉辦國內活動 但商界要變才能提高旅客消費 一年有超過二百項城市 會否造成城市疲勞 太多反而失去焦點 我們希望香港是一個很多元 很多城市 不同人來到都可以找到 他想參與的項目 亦讓大家知道香港有能力 我們亦有搞到 這麼多類不同類型的城市 我們都做得到 亦做得有聲有色 不過 訪港旅客的平均消費 只有大概四千元 原地過旅客去到新加坡 人均消費近一萬五千元港幣 各項城市 能否提高旅客在香港消費 業界的朋友要多思考 如何吸引旅客 旅客現在希望能得到甚麼 周邊城市的競爭現在很強 別人能給予旅客甚麼感受 對於能否重置九龍城寨電影廠景 楊潤雄說只是跟電影方商討細節 包括選址 是由政府或私人營運 會否收費 政府又會投入多少等等 無線電視機就是中策希報道 天水圍有疫苗在公路上來圍奔跑 相信是由附近農莊走室 外戶動物協會和預護署人員協助報告 搭桿事沒有人應領 由觀眾提供的片段 看到一隻身高大約1.5米的鹽苗 在公路慢線上跑 鹽苗又稱為澳洲堂鳥 另一段片看到 它在公路的反方向跑 和巴士差不多速度 期間遇到迎面而來的一部吊臂車 吊臂車及時減速 鹽苗也避開了 警方早上7時多節報 說鹽苗在天壽路和天影路附近出沒 和高速行走 外戶動物協會和餘戶署人員 接報到場協助 在濕地公園停車場附近將它捕獲 送到上水餘戶署動物管理中心 初步檢查沒有受傷 警方說事件中也沒有財物受損 劉浮山上個月 也有三隻鹽苗從農莊逃脫 之後找回 據了解這次逃失的鹽苗屬於同一農莊 看看有沒有人 我們去到有關農莊查詢 不過沒有人回應 鹽苗是僅似於糖尿的第二大鳥類 成年鹽苗最高可以去到米9 50公斤重 外戶動物協會說 鹽苗喜歡跑速度快 市民遇到那時最好遠距離觀察 不要說圍著他走得太近 因為他也有機會突然起跑 甚至乎他用腳都可以去踢人 也會受傷 他身形都不是少 他雙腳法力都比較大 如果他跑的時候速度都挺高 他撞擊也一定有相對的力度 他可能會撞爛了一些東西都不出奇 要在香港飼養疫苗 需要向漁護署申領有關牌照 無線電視記者劉慧儀報導 但是那支宣佛 Dante 我看到這個人的電視圈 在大い利道上 會把你咬小人的電視玉